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 有分析就认为美国对关岛越来越重视 凸显了其争夺地区霸权过程当中的安全焦虑 当地时间1月26号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关岛举行了 布莱兹营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 这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 被认为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 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当天表示 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地方 将为美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 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 布莱兹营是依据美国与日本 2012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建立的 美日计划将部署在冲绳的 1.9万美海军陆战队兵力中的约9000人 进行转移部署 其中4000人转移至关岛 为此双方共同出资87亿美元兴建布莱兹营 其中约30亿美元由日本方面提供 据共同社报道 由于司令部等大部分设施至今仍在施工 基地相关人员在临时司令部等处工作 目前驻扎在基地的部队不到100人 其余大部分预计将于2024年抵达 建成后 该基地可以容纳大约50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 美海军陆战队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显示 布莱兹营将担负其美军在印太地区的 战略后勤中心作用 为美国掌握威慑和防御能力 扮演关键角色 共同社特别指出启用仪式不在基地内 而是在阿桑海滩举行 在太平洋战争中 为压制岛上的日军 美军正是从该海滩登陆的 启用仪式当天在会场旁 当地反战人士举着横幅抗议基地启用 担心这将使关岛重新卷入战争 美媒报道称 如果发生冲突 海军陆战队将是第一批做出反应的地面部队之一 有了该基地后 美军可以在关岛部署更多海军陆战队员 进一步接近潜在冲突的前线 美国在关岛地区部署陆战部队 特别是海军陆战队 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在兵力部署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关岛它也承载着美国 向这个地区投送力量的一个重要的跳板 成为美国兵力部署重点的一个机轴 如果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来说的话 往北是它整个一个太平洋威慑计划的 组成部分就是在岛链上建设 共防兼备的岛战体系 威慑中国 另外一方面它往西就形成了一个 以海军舰艇 特别是航母打击群为核心的 机动部署的这样一条战线 它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 对大陆国家的一种两线的 夹击作战的这种态势 关岛恶守西太平洋要冲 是美国第二岛链战略的核心 在冷战时期 关岛作为美国与苏联 进行军事博弈的前哨 曾在集结兵力 运送弹药物资 支援远程轰炸等方面 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目前全岛面积的三分之一 都被美军基地占据 岛的北部建有安德森空军基地 可停靠包括B-52战略轰炸机等 在内美军现役所有飞机 从2004年起 美军陆续派出远征轰炸中队 到关岛进行轮换部署 其中包括B-1B B-2A和B-52H 战略轰炸机群 并使其成为常态 从关岛起飞的战略轰炸机 号称可在12小时内 抵达亚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 从2010年起 美国开始向关岛部署全球鹰无人机 和F-35战斗机等 它们既可以在战时转场到西太平洋上空 争夺空中优势 也可以在关岛附近警戒拦截 为其他机型保驾护航 岛的中部建有阿普拉海军基地 常年部署多艘攻击核潜艇 并具备靠搏航母等大型水面舰艇的能力 此外 岛上弹药库等配套设施也较为齐全 可以说 关岛既是美国海空军力 向亚太投射快速干预地区事务的前沿基地 也是其在太平洋上重要的后勤保障枢纽 除了加强现有基地建设外 美军还以分布式打击的作战思想为指导 投资扩建新的基地项目 2022年2月 美军举行天宁岛扩建项目奠基仪式 总投资约1.6亿美元 分显是认为 该机场完成扩建后 很可能被美军当作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份 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提供支持 美军希望天宁岛机场 能够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机 以便能够让部署在关岛军事基地的 美军5代机奔赴第一岛链作战 并停留尽可能多的时间 除天宁岛外 塞班岛和威克岛空军基地 也在紧锣密鼓的扩建中 预计未来完成扩建后 关岛 天宁岛 塞班岛 威克岛和夏威夷 将一路向东延伸 形成一个相互呼应 且具有一定纵深的岛屿基地群 成为西太平洋上的超级军事基地 可以说 关岛基地是美国深化印太战略 和推行大国竞争的一块战略要地 美国国防部在2023财年 国防预算太平洋威慑倡议专项中 申请了61亿美元经费 用于推进关岛防御 导弹预警和跟踪能力建设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2年底 披露的关岛防御计划 美军将在关岛集中包括 标准3 标准6 爱国者3和萨德等 多种防空反导系统组合而成的关岛防御系统 有分析认为 这一方面体现了 美国对关岛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另一方面也暴露其在西太地区的军事能力 以越来越力不从心 凸显了其争夺地区霸权过程中的安全焦虑 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近日是表示 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 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 据彭博社报道 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 温宁克1月25号表示 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 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 温宁克表示 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必须参与全球竞争 所以他们才想购买非中国制造的设备 如果无法得到这些机器 他们就会自己研发 这需要时间 但最终他们会实现目标 阿斯麦公司是全球最先进的 半导体光刻系统的制造商之一 占据60%以上的光刻机市场份额 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能够供应7纳米 及以下芯片所需要的 集子外光刻机的厂商 2022年10月 美国商务部针对向中国出口的 芯片相关产品 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限制 除了禁止出口先进芯片技术和设备外 还禁止美国人未经许可 在中国企业支持先进芯片的研发或生产 为全面打压中国芯片产业 美国还在向荷兰施压 要求其在芯片设备上 采取和美国一样的出口管制措施 面对美国的强压政策 荷兰政府官员以及阿斯麦公司高层 数次表达不愿追随美国的声音 温宁克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阿斯麦对中国的出口目前没有变化 仍能向中国出口深紫外光刻机 阿斯麦出口中国的主要是生产7纳米以上芯片的深紫外光刻机 据美媒报道 阿斯麦公司2022年全年对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1.6亿欧元 1月17号拜登在白宫与来访的荷兰首相马克里特会晤 试图说服荷兰支持美国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 但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 据报道美国与荷兰政府官员计划27号就限制芯片技术 向中国出口问题再度举行磋商并可能达成协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曾表示 美方出于维护一己霸权私利 一再滥用出口管制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对盟国进行经济胁迫 恶意封锁和打压中国企业 人为推动产业脱钩锻炼 这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不仅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也将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一方面试图以精准脱钩的战略 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政府投资 推出税收优惠等举措 支持美国国内与芯片相关的技术研发和制造 做大做强 并吸引全球领先的企业赞美设厂 目前英特尔已承诺 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至少200亿美元 新建两家半导体工厂 三星电子在德克萨斯州 投资170亿美元新建的芯片厂房 目前正在建设中 而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 于2022年12月宣布 将在亚利桑那州建设第二座工厂 2026年开始生产3纳米制成芯片 投资总额也从此前规划的120亿美元 大幅增加至400亿美元 行业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全美范围内 已有超过35家公司 承诺在16个州 为与芯片相关的制造项目 投资近2000亿美元 用于新建23家芯片工厂 扩建9家现有工厂 不过美国媒体指出 这是否能让美国具备 与亚洲竞争的芯片制造能力 仍不确定 台积电在最近提交给 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文件中抱怨 亚利桑那州工厂的造价 将远高于在台湾建设 同类工厂的造价 未来的工资成本也高得多 但生产率将比在台湾的低 施工延误的可能性也更大 而且在美国要交更高的税 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 把美国在半导体方面的努力 称为浪费且昂贵的徒劳 他指出台积电在俄勒冈州 一个较小的厂已存在25年了 该工厂生产的芯片成本 比台湾高50% 另一方面 分析人士认为 限制中国获取外来芯片的途径 也意味着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 将留在境内 促进本土芯片产业的发展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截至2022年12月15号 中国大陆芯片公司和芯片制造设备企业 在过去一年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 吸引了约合120亿美元的投资 几乎是2021年的三倍 另外等待审批的首次公开募股申请规模 高达170亿美元 瑞银证券全球银行部联席主管孙力军表示 美国的出口管制迫使中国制造商 寻找离本土更近的替代产品 这让投资者感到 中国发展半导体行业将是长远之际 俄军26号向乌克兰境内实施 巨大规模空袭 多处能源设施被炸 俄媒报道 俄方此举旨在回击西方向乌提供主战坦克 据法新社报道 当地时间1月26号 乌克兰全境响起防空警报 敖德萨市 尼古拉耶夫州 文尼查州 基辅州 和蒂涅伯罗 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乌克兰军方当天表示 俄军向乌境内发射50多枚导弹 其中大部分被乌军击落 今日俄罗斯则报道称 乌克兰全国多处能源设施被炸 分析认为 俄方此举旨在回击西方大规模向乌援助主战坦克 此前一天 德美等国相继宣布 准备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主战坦克 助其对抗俄罗斯 俄方谴责这种做法极其危险 按计划 德国最快将在3月底 向乌提供14辆豹二主战坦克 德国还希望与盟国一道 为乌克兰组建两个豹式坦克营 英媒评论称 尽管14辆豹二坦克 与乌克兰提出的需求相去甚远 但德国率先提供豹二 并表示 允许第三国向乌援助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 可以在欧洲国家之间起到带头作用 数字至关重要 英国会提供14辆挑战者主战坦克 美国则提供31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德国会提供14辆豹式坦克 关键就在于豹式坦克 原因就是它背后的潜在数字 整个欧洲有2000多辆该型坦克 随着德国准许将其提供给乌克兰 波兰预计也将会提供14辆豹式坦克 此外还有挪威 芬兰 荷兰 西班牙 以及葡萄牙 据悉也在考虑提供更多坦克 此外加拿大政府26号也宣布 决定向乌克兰提供4辆德国制造的豹二主战坦克 以及相应的弹药备件 并派遣军方人员在第三国对乌克兰士兵进行训练 对此克林姆林公回应称西方向乌援助坦克 这是美国和欧洲直接参与俄乌冲突 且参与度不断加深的证据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 西方的真实意图是拖延战事 俄内务部长科洛克利采夫在参加一场活动时发言说 俄武装力量将把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豹二主战坦克 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 多方分析认为西方向乌克兰运送坦克 还将面临诸多困难 操作多种不同类型的坦克 后勤保障工作并不简单 比如英国的挑战者 以及德国制造的豹四坦克 全部靠柴油驱动 但美国的M1埃布拉姆斯 更喜欢航空燃油 而且油耗很高 此外 豹四以及埃布拉姆斯 使用相似的弹药 而挑战者发射的炮弹 则很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前总裁 罗格金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将于2月 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区 投入使用的战斗版马克机器人 能够自动检测 并打击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装备 包括美国将提供的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和德国制造的豹二坦克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6号 宣布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 对此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评论指出 美国的每一轮制裁 都让这种做法更显得无效和荒唐 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消息 日本政府1月27号 在内阁会议上 决定再对俄罗斯36名政府官员 和三个团体进行资产冻结 这是日本最新一轮对俄制裁 自2022年2月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日本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被俄方列为不友好国家 俄方还叫停了 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以及围绕争议领土的合作项目 对此日本自民党籍前首相森喜朗 近日在一场集会上 质疑日本政府援污过渡 可能会导致日俄关系崩溃 印度26号在新德里举行阅兵式 庆祝第74个共和国日 多种武器亮相 传统技艺摩托车特技表演 则是重头戏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 印度总统穆尔木总理莫迪 当天检阅了各兵种部队 印度军队展示了主战坦克 导弹 火箭炮 以及战斗机等各种武器装备 埃及总统赛西作为嘉宾出席 由埃及武装部队组成的方队 也在仪式上亮相 作为阅兵式的亮点 摩托车特技表演队 再次展现了他们高超的摩托车技艺 单人表演率先登场 一名士兵双脚站在 行进中的摩托车坐垫上 变换着各种姿势 甚至还做了瑜伽动作 在另一辆摩托车上 一名士兵更是站在 摩托车上的梯子顶端 在移动中展现自己的平衡技能 随后由多人组成的特技表演小队 也展示了不同阵型的特技演出 在行驶的摩托车上 队员们不断上演 蝶罗汉 百莲花阵型 等多个高难度动作 特别是由33名士兵 骑着9辆摩托车组成的人体金字塔 作为这次摩托车特技表演的最大亮点 最后一个出场 他们稳稳地站在高速前进的摩托车上 高举着印度国旗向观众示意 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今年女性力量也在阅兵式中进行了 特别的展现 来自陆军防空部队的切特纳夏尔玛中尉 在阅兵式上作为领队 带领由印度制造的 阿卡什地对空导弹系统方队出场 此外 骆驼方队各式花车也备受瞩目 1月26号是印度共和国日 庆祝印度宪法的诞生 自1950年印度每年都在总统府 和印度们之间的责任大道上 举行阅兵和游行庆祝国动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素揽 据日本媒体27号报道 受寒流影响 日本气象部门预计27号至29号 包括北海道 新系县等 此前已遭受一轮强降雪的区域 恶劣天气还将持续 日本气象部门已再次发布 暴雪 风吹雪等灾害警报 报道称 目前新系市市区内 累积积雪量已达28厘米 是常年的3.5倍 此外 在北海道制内时 恶劣天气还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造成一名33岁中国籍女子身亡 据阿曼时报报道 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的国家阿曼 多地属于热带沙漠气候 但近日却罕见迎来大范围降雪 让许多民众喜出望外 纷纷拍下赏雪玩雪的视频上传网络 在阿曼的最高峰 海拔约3000米的沙姆山 气温甚至降至零下2摄氏度 雪后银庄宿国宛若仙境 据路透社25号报道 在土耳其东部城市马拉地亚 一辆载有7名乘客的大巴 在驶向客轮时突然失控坠湖 监控画面记录了惊险一刻 画面中正在行驶的巴士 突然车头一偏冲入湖中 湖水从四面八方涌入 司机和乘客们赶紧抓住方向盘 扶手等保持平衡 但仍然险些遭遇墨顶之灾 索性车门车窗大开 最终人们全部成功脱困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 受到不断上涨的海平面威胁 海水已濒临600多个村落 当地牧原等已完全浸泡在海水中 村民不得不用废旧轮胎 充当临时防波堤 保护家园 联合国有关机构解释说 斐济附近的海平面上升速度 比全球平均水平还要快2至3倍 预计低洼地区或将在未来30年内 被海水淹没 而超7成的斐济人口 就生活在距离海岸5公里以内的 低洼地带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内中部长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为缓解旅客大排长龙的情况 相关机构已成立应对小组 从2月1号起将协助通关检验 包括分流旅客 帮助其使用自动通关系统入境 此前曾有马来西亚官员指出 对比其他国家的高效通关速度 每名旅客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所需通关时间长了4至5倍 据越南通讯社27号报道 越南近日获评 亚洲最具吸引力的美食目的地 这一殊荣来自美国一家 知名旅游休闲杂志的评选 这一杂志还撰文称 越南的知名美食种类繁多 比如越南河粉 越南春卷 越南咖啡等 游客不管抵达越南哪个景点 当地还有额外的土特产供其品尝 满意而归 该杂志特别推荐河内 县港和胡志明市等地 日本总务省27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剔除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后 2023年1月 东京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为104.2 同比上涨4.3% 涨幅达1981年5月以来新高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